當他親下去的時候 當下滴的感覺是什麼 那感覺 就是如果濕濕軟軟 像狗狗甜你 那個就不是好的親 你這男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侵犯我的嘴巴 等一下 這個要親嗎 都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 在每一個夢境時分 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 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大家對於初吻的想像是 有沒有想像中初吻的樣子 可能在公園 有限定白天還是晚上 晚上 必須是晚上的公園 然後沒有人在旁邊 然後什麼 然後就有背景音樂 所以你還要先用手機說 我放一下那個 初吻歌 初吻歌是哪一首 都可以啦 都可以是不是 那嗨歌可以嗎 可以 這樣太強了 你確定嗎 大悲哲可以嗎 可以 不是這靠悲哟 你想像中在什麼樣的場地 這個公園 那路邊 還是 暗暗的地方 那為什麼暗暗的 就是你看不到我 看不到有一種朦朧的美感 那你們覺得初吻至少要對望 你們覺得有要對望 要吧 要確定他 有在同一個頻率上 對 要確認過那個眼神 可能突然有個對看的場景 或安靜下來之類的 有需要對望嗎 我覺得對望是 就是要確認 彼此有沒有那個 共識 而實際上的對望是 你的初吻 初吻 有點久了耶 就是在可能 學校後門 那邊這樣子 我就走一走 然後就 這樣講話 然後就 可以了 誰告訴你說可以的 就是 兩邊的眼神 看起來說可以了 你給我一個看起來 可以的眼神 好 那不行的眼神 有差嗎 你們今天大一嘛 那你們初戀都結束了嗎 我還沒有初戀 我現在有初戀 還沒有初戀嘛 還沒 那你們的初吻 有獻出去了嗎 我們三個都還沒 所以我們有事情要講 我們的理念 你們的理念 你們有一個初吻理念 對 我們有一個口號 好好好 加油加油 來 一二三 我們是 真親親聯盟 耳熙親親在交往 真的就是你 像他們剛剛這樣呼籲有效嗎 我覺得是有的 畢竟可能 理工男人都滿飢渴的 我們先講積極好不好 功果於求 真的都會在交往前先測試是不是 我們就覺得 先親親 先知道他親起來怎麼樣 然後再覺得要不要繼續在一起 對 先親過才知道好不好用 好用再繼續 不是 你們根本連親都沒親過 你們怎麼知道是好的親跟壞的親 就是如果濕濕軟軟 像狗狗舔你那個就不是好的親 很喜歡 乾乾扁扁 像葡萄乾那種可以嗎 乾就行吧 是皺皺的 不能濕濕的 我們是 真親親聯盟 除濕機 那你們覺得男生親下去的時候要問嗎 不要問吧 我覺得不能問耶 不會很結 那個feel就沒了 疑問之下才發現 接吻最NG的是 那親之前要問嗎 這種事情問感覺很 很尷尬之類的 如果接吻的時候 你問別人可不可以還滿結的 要直接來 我比較喜歡有主導權的人 那你可以當有主導權的人嗎 我比較喜歡 欸欸欸 緊接著是大家出聞的經驗 就是有一次好像從捷運走上來 因為地下道 然後就想說親一下 然後就撞到牙齒 他主動了嗎還是 對 那撞到牙齒當下你們的反應是什麼 就逃走 逃掉你說兩個人直接離開嗎 我就逃走 這樣路人會以為你遇到變態嗎 對啊 那你覺得撞到牙齒是你的問題還是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還可以啦 你說你覺得你還可以 你說技術方面 沒有我不知道 嗯 得寸進取 想要問一下你們覺得出聞的經驗是美好的嗎 還不錯 還不錯 是嗎 還不錯嗎 你呢 我覺得沒感覺 就是一個舌頭在裡面撈來撈去 然後有口水 我其實真的沒有感覺 我原本對出聞還沒有想像的 覺得會是那種 一輩子想到哪一碗兩碗中 結果沒有 你先給我那個畫面是什麼 你想像中的畫面是什麼 是在哪裡 在Motel 在Motel 這麼重口味喔 然後很舒馬的感覺 那實際上發生的是在什麼場景 國家客廳 你家客廳 完全沒有 其實很刺激耶 然後就 感覺到了 他就清了 那他清下去的時候 當下第一的感覺是什麼 沒感覺 有那種破皮的感覺 那聽在嘴唇上面 那到底摔在哪裡啊 可能那人錯了吧 反觀他的出聞 是在一個風和日曆的下午 我們彼此坐在校園的走廊的座椅上 然後微光照應在我們臉上 微風也徐徐的吹來 剛剛好男生可能就是思考的比較簡單 就覺得說不用顧慮其他的 就直接清下來就好了 那清了當下 你是覺得浪漫的還是傻眼的 不 我當然覺得傻眼 我覺得這男的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們有在一起嗎 有有有 因為彈劇一般來說 都是要男女生情對望格 至少要三秒鐘 那當然如果你突然清的話 不僅會讓女生覺得錯愕 還會讓女生覺得說 你這男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侵犯我的嘴巴 侵犯嘴巴好像很怪怪的 反正清完之後 你覺得說不行太NG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分手了 蛤 當然是因為清完之後就覺得說 既然沒有韓劇的感覺 那是不是我對你 並沒有什麼感覺呢 那你當下怎麼跟他提的 當然不是當下 當然是隔了一兩天之後 只是說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那他有說是因為那個吻嗎 沒有他覺得抱哭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哭 你不知道為什麼哭 那理由不是很簡單嗎 他清完也就跟他提分手了 好那你們出文是發生在幾歲 國中 那個時空背景呢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很喜歡喝草莓多多 然後他就會買草莓多多給我喝 然後我那時候就喝到一半 然後他就說 我也想要喝草莓多多耶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那給你喝 然後他說 不要我要喝你的 然後他就直接信上來 你說你嘴巴裡面還有草莓多多的時候 對然後有嗎 有點紅心動嗎 我覺得蠻有的 我覺得有啦 有啦 你有沒有把草莓多多吐給他嗎 他有 吸 他有吸 吸取那個 他有吸取多多 哇 那你覺得這個經驗是浪漫的嗎 這個經驗是浪漫的 但是他這個人 後來不是很浪漫 後來就不浪漫做 對對對 你們最後沒有Happy Ending是不是 對啊 他就是沒有繼續跟你在一起是不是 後來沒有 所以還是跟別人在一起 他那時候說他要考試 然後就說 就現在不能在一起 然後結果過一個月就跟別人在一起 哇 多多禮 就我的出文是在高一 反正是一個學長 但是別的學校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啊 不同學校 我父母認識 你不是說是你爸媽介紹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就我爸爸同學的小孩 然後就他們就之前都會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認識 但他不知道你們在一起 對 就他有一次來找我吃飯 就是我們就吃完飯 然後他說 要不要去那個公園走走 然後我就走走走 然後就 突然把我拉到公廁 你們去哪次來旅廁 無障礙廁所 喔 空間比較大 然後他直接把我 一隻手抓 然後另外一隻手壓在牆壁 然後他就 嗯 然後他就 然後就 你說拉 然後 然後 而且他真的沒有要理你 他就是很 淘汰在其中 然後就一直 狂大夢 然後一直拉 可是他自己有點害怕 但後來好像 嗯 後來滿爽的 哈囉 Yuna 嗨 哈囉 Leo 嘿 我們來互猜對方出文在幾歲 來 你先猜 Leo 我覺得應該是 十一 蛤 十一 十一是國小還沒畢業嗎 好那 Leo 你猜 Yuna 不然應該 國中吧 國一國二差不多吧 這麼水淋淋的這個妹子 對不對 所以 Leo 你真實的出文到底是什麼 可能大二 哇 好純型 你才是純型男的 就是我跟我第一任女友 他就是 出了車禍 反正我就去他家照顧他 然後陪他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車禍有一些陰影 然後我就 結果有些陰地 陰 喔 陰影 沒有 你他媽你比較是亂踩車 但是 那時候氣真的很 很純型的氣就是 嘴碰嘴 碰個一下 也沒有伸舌頭 就結束了 那你家那個感覺是什麼 溫溫啊 然後甜甜的啊 甜甜的嗎 女生的嘴唇其實 都甜甜的 李友當你分享一下 如何穩的書嗎 穩 穩功的技巧 我覺得應該是你要先 OK 喔呀 先輕碰一下 好 再開始 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 你這樣嘴對嘴的時候 其實不能輕得最深入 現在最深入的時候 是你們這樣 要轉頭的時候 對 轉頭你們十字垂直的時候 才可以進到最深入 這樣子 舌頭也可以彈最深入 這樣 拉進去 然後也會 吸一下對方的舌頭嗎 這樣 牙齒上下排都嚕一嚕 會嚕牙齒 會嚕牙齒 會嚕一下啊 所以如果嚕到菜喳會不會很激 不會很誇張啊 就算是菜喳也是香的好不好 先嚕為主 先嚕為主 人來嚕子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搭配一些手勢 抓著她的臉啊 輕摸她的頭髮 我好讓心啊 你這樣快慢快慢的感覺 讓女生彼此是很享受在這一個 接吻當下 不能都只是這樣 拜託你不要給我看那種 我覺得很噁爛的畫面好不好 那Yuna妳呢 妳在國一對不對 對國一的時候 在學校的頂樓 就是 國中的時候學校頂樓 就是一個約會好的場所 她不是第一次請 因為我跟她在一起前 我就知道她要跟很多個女生在一起過 那妳才跟她在一起 到時候就喜歡啊 國中海王耶 對她是國中海王 她是已經教過十幾個 國一喔 國一教過十幾個 她從幼稚人開始算嗎 沒有 她好像小六的時候 你的臉 什麼鬼 好爽喔 可是妳要想她教那十幾個都國小生 你有什麼好爽 不是啊 好啊妳是滿爽的 那真的是某種性癖好嗎 然後有一次她就是 直接親 然後我當下就是 就嚇呆了 然後我也不敢反抗 那妳有出這樣的感覺嗎 沒有 我就只是覺得在親一團肉 然後濕濕的這樣子 但後來就一個月就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跟她在一起的同時 然後她偷偷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假面閨蜜 對就是假面閨蜜 我後來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就約那個女生去頂樓 頂樓很忙耶 頂樓要接吻 頂上戰爭 然後跟她攤牌說 妳有什麼要這樣做 她就說她就是想跟她在一起 都是要處理那個男生啊 處理那個男生 好像要把她 給她從頂樓推下去 那是頂樓 就那個男生也有被打 被打 被誰打 因為有另外一個 別班喜歡我的男生 然後 然後那個男生 他跟我告白 然後我沒有答應他 我知道就是男二心態 對 男二 我把她讓給妳 妳就不好好保護她 妳總是要給她幸福 對 妳們怎麼那麼理解 然後男二就花錢 然後去請 妳有 妳買兇手啊 蛤 別人要求啦 妳要去按摩 對就類似這樣子 我去按摩 她們沒有跟我討論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 先說那個時候 她都國中生是要花多少錢 就一個便當還是一塊錢 還是妳們猜 妳猜多少錢 大概就是一個遊戲點住她 三百六七百二之類的 沒有她只花五百塊 五百壯士 有吧 妳的初吻是在 十六吧 高一還高二 那還好 那沒有到很久 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 好喔 對不起 這蠻久的 不知道十五年前妳在哪裡啊 因為爸爸肚子裡啊 屁啦 那你那時候 是什麼情況下發生的 每學期都有那個 校外教學 我跟我女朋友那時候同班 然後我們坐在遊覽車上 好像我女朋友還在吃口洋堂嘛 妳是不是跟她說我也要吃 對 我等一下我順便講的耶 就是要 那時候就覺得要找個理由 就是做這件事情 妳不能忽然間說 欸要不要請妳家這樣灌 就是說 欸我也想吃 然後女生就懂意思 蛤 這麼小就懂嗎 對 她不是應該要給妳一顆新的嗎 我也不知道 也許她就是經驗豐富吧 所以我們就是 藉由接吻做了一個這個 口洋堂的轉方 蛤 等一下 是妳的 妳會不會覺得好噁喔 真的對不對 妳直接等吐掉之後再結了我 為什麼要 哇有點噁了感情啊 那時候拿的 出門應該是在幼稚園的時候 蛤 有感情的嗎 沒有感情的 印象中 大家都在睡午覺的時候 然後我跟旁邊的男同學就是 稍微啾了一下這樣 那清完之後欸 清完之後我們完全沒有去講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觸感我已經忘記了 我甚至以為那是夢 但是好像又不是 因為 起來的時候她的表情很怪 然後 那的確是夢 是她的噩夢 不然Ruys妳第一次出吻的時候是什麼 嘴巴 對嘴巴就算出吻嗎 欸 要不要有感情 妳們覺得 就是妳至少妳跟這個人 她是 她是有感覺對不對 因為如果假設妳爸跟妳嘴對嘴 這就不算出吻嗎 嗯 對 我覺得不算啦 那如果二十幾歲 跟妳爸爸嘴對嘴算出吻嗎 好噁 不行啦 我覺得妳會這樣對妳女兒欸 妳以後如果有小孩的話 妳可以接受女兒跟妳嘴對嘴嗎 她一定可以吧 如果她願意的話 女兒已經25歲了 然後說爸爸 可以嗎 可以吧 那是誰 那媽媽可以跟兒子嘴對嘴嗎 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亂倫欸 那妳跟女兒這樣 女兒是我上輩子情人啊 講什麼東西 沒有 受父 兒子是媽媽上輩子保留嗎 欸欸欸欸 那Ruys妳有感情的情侶是什麼時候 大概高二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走廊 吹著風聊著天 然後就 就停下去就這樣 所以在學校大廳廣 我覺得以前小時候真的很屁孩 就是完全不顧旁邊的人有沒有在看 所以妳是把它就是壓在走廊邊 這樣 可能就有點壁咚 微壁 微壁咚這樣 就是在最角角 最角角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就是有點這樣子 看對眼的時候就這樣 就只是唇唇這樣 啵一下而已 妳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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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有點喜歡被避動嗎 對啊妳有反應 沒有啦 不要鬧啦 其實我好像其實是高一才出文 我之前有講過故事就是 那時候認識了一個 國三的女生 就是24小時到貨了嗎 24小時 不會 然後第一次約出來 就約去這個 西門町的風馬 妳知道風馬嗎 等一下我猜一看 風馬是NTV 你很色欸 不是 那時候講說兩個人都要去哪裡 妳第一次見面嗎 對第一次見面 我還記得就是挑了一部電影 然後斷魂踢 一開始看然後就 因為滿害怕的 然後那時候有點 很親密就靠在一起 他就 他就親我了 他主動親我這樣 也有蠟子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經驗 很不錯 就覺得他還滿熟能生巧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親一定是這樣親 對 但他就有一種就是 把妳的那個 嘴巴弄開的那個感覺 只是用舌 然後直接弄開嗎 就有點這樣 用一下的感覺 這樣 但那天最後是有個 怎麼了嗎 就是有點在裡面就是 就是清熱就碰來碰去這樣子 因為我那天穿了一件 我還記得 我那天穿了一件粉紅色襯衫 我還記得 我那天穿了一件粉紅色襯衫 妳也玩皮包喔 說這樣子粉紅色襯衫 然後呢 出風嘛那時候 發現我後面破了 我以為那個襯衫會破這樣 你們很激烈耶 就是 可能就在那邊翻滾的時候 就有被撕裂 他按滾 習慣重口味之後 真的回不去 我還記得他外號 我講他意思明顯 小喵 你那時候你也外號叫什麼 我不想講 你講 我知道什麼牛奶男孩什麼之類 我忘了啦 我忘了 沒有一定就是這個 我覺得我後來就 很認真在鑽研接吻這件事 你可以為我們解釋一下嗎 因為另外一位教授 前一趴的時候 也為我們分析他的接吻牛趴 那身為性學博士的另外一個門派 你肯定是不能露氣的嘛 不要 你來 你先示範我 你先弄我一次 欸 大叔的臉很 大叔的臉很恐懼 可以啦 可以啦 還是我先弄你 好 那我先幫你當成是一個 女人 有時候可以看著 等一下 這道琴嗎 好噁心 好噁心 快啊 你這道琴 好噁心 好噁心 真的輕了啦 真的輕了啦 好噁心 你手會伸到後面 就是會摸 摸臉之類的 或是摸他耳朵之類的 摸耳朵之類的 他其實是有一個就是可能要 這樣看一下的這個過程 看一下 他不是直接輕 你覺得 他是要醞釀個氣氛的 我好想要你 我怎麼會害羞 你有點影響 好啦 我覺得你們全 前一的部分教授 到此為止啦 欸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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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